好,来看台中有一名大学生利用手机的Google Maps来导航从普里回到台中 结果呢,被引导到了普里跟国姓交界的观音山区 甚至连人带车摔落了五公尺深的山坡里 还好它是卡在树丛中 而警方获报之后赶紧救援把他救起来 一脸茫然,夜姓大学生站在悬崖边 身旁的机车就卡在树丛旁 只差一点就掉进山谷里 大学生骑车骑到迷了路 赶紧呼救警察先生快来救援 警方在南投观音山区找到夜姓大学生 顺利引导他回派出所跟家人会合 全为了五月十号这一天 夜同学从台中乌日独自骑车到南投日月坛 沿途使用手机的Google Maps导航 却在回程时被引导到南投国姓和普里交界的观音山区 警方到现场搜寻了一个多小时 将近两个小时 终于在那个血泊下面发现那个受困民众 从博游路骑到变成碎石小路 南同学独自骑车来一趟轻旅行 途中全靠手机导航 这下成了迷航季 南投艾兰派出所远警说 今年1月28号以及2月21号 都曾接获报案要求迷航救援 最后发现受困者都卡在观音山区内 迷航事件尚未取得Google回应 不过在同一个辖区内半年发生三次 导航变迷航的救援事件 这样的任务让警方直呼 太巧了 中天新五位少宇南投采访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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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新五位少女宇南投采访不到